今天的话题就讲讲股票筛选器的应用 利用股票筛选器查一下中国股市有那些优质股 首先我们在电脑上打开Trading Mew这个网站 然后点击股票筛选器 然后就逃一的情况 然后我们选中国市场 CM是代表中国市场 好了我们用六个条件来进行筛选 第一个是市盈率 少于等于15 第二个就是每股收益增长比去年同期 大于25% 第三个是专家建议选强烈买入 第四个就是这一年股价升幅大于10% 第五个是公司收入增长比去年同期升幅大于0 第六个是公司淨资产收益比去年同期升幅大于0 六个条件输入之后 那我们看一下搜索出来的股票大概有两平 涂一涂二 那我们选一个看一下 就选第一个 第一个是中国海油 那我们看一下中国海油的总资产是接近9000亿的了 是一个大企业来的应该是 现在价格是28.34元 看看图3 图3就点击中海油进入 左个画面 那我们看一下从图2年前中海油的价格是15元秋二 那现在是28.34元 那升幅都很高的了 那又看一下专家建议 专家建议就认为该股在一年内 会升到32元秋六到37元八毫之间 再看一下图4 图4就看一下公司的营业情况 每年的收入都是稳定上升的 所以这个股票都是值得关注的 那今天就讲了股票筛选器的使用 就这么多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